我去 竟然在这么高的楼上玩停轮车 这也配刺激了吧 修鱼 修鱼 你快看 这是怎么做到的 太惊喜了呗 我都还把他跳下去 看着我都心情感叹了 我记得也太好了吧 太幽默了 平时我就是站在高楼上我不害怕 不不用讲 还在这么高的地方玩停轮车 就算你给我10万块钱 我也不愿意啊 小伙伴们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恐怖走道啊 我们准备了5个不同类型的恐怖视频 如果你感到头晕入眩的话 就在弹度上打算很软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刺激的话 就打算一半半 有趣的这些都是危险动作 小伙伴们可错了一遍 来看第二个视频吧 给你给我 我好厉害啊 可不可以 就跳在桥下吗 这真是极限运动啊 我真的感觉腿有点软了 还单手 好 不急啊 這個要多強的平衡能力啊 關鍵是胳膊有力量啊 真的是我感覺心好快啊 我們還受得很開心呢 這個經驗太好了 太極限了吧 我洗腦法都快驚掉了 到現在我都不能讓心切平復啊 不能是看著就已經很害怕了 小夥伴們這些極限運動可千萬不能模仿 一不小心可就要吃齊了 咱們繼續來看下一生 我拍了 所以這個視角到底是誰幫他拍的呢 小夥伴們你們知道嗎 可以在評論期討論一下 繼續來跟上一個吧 哇 哇 哇 這才跑得 這麼快 嗯 這些爆風式走路太嚇人了 哇 好高啊 你看看 他這是在從高大橋上的架桶嗎 你不小心就可能摔下去 除了中間那個在懸崖邊上是有繩索的 其他人好像都沒啥安全設備啊 看來他們是覺得我們有我們不用天的 接下來怎麼還能跳舞一部小片段 如果你現在已經感覺到碰暈眼花 那你就小心了 這一次啊 我更小心了 給我給你 這是在幹啥呀 這這這這這這這太氣血了 這畫下去不就沒面了嗎 摩顏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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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真的太厲害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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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就會出汗了 他們是怎麼能在上面跑得像在平地上跑一樣啊 據說啊有百分之一的人是沒有啃高震的 說不定這些人在高空啊就像咱們在平地上一樣 非常的踏實 所以啊他們一點都不怕 我可太羨慕這百分之一的人了 我可一人都不羨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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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們你們覺得 我的天哪這也太高了吧 看得我腿都軟了 瞧遠瞧遠 你快看一下這個視頻啊 這也太高了吧 誒 這要風大一點 那不就吹下去了吧 吹軟了吹軟了吹軟了 吹軟了 吹 這怎麼跟風盒蝕 吹軟了吹軟了吹軟 吹軟來了 羅斯 無 Called個成功 corpo 吧 那就恭喜你 可以打败99%的人了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 进入第一个等级 太过了 这个就翻转了 上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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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字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痛痛了一样 可以看出来 刚才这第一个等级 其实难度并不这么高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要进入第二个等级了 直接90度了呀 我天哪 我心里可以跟他都起来了 这是在雪哪边啊 雪哪 其实我本来不怕了 但是被他叫得很甜点害怕了 我怕他那个语言效果 看着不是特别恐怖 第二等级 都没有感觉到不舒服的小伙伴 在耽误了亏亏云 然后看着你们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等级 他这个等级就好了 我会不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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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一等级就会 更高 但我还没有 我认为他已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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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最高 你是不是这样消失了 不行了 放开 我毁了 直接过去了 我刚刚已经上去 我这边飞过去了 信罏这是多么拉呀 这身要是真人的 然后他摔出去 那还不隔測了 看那我真是安心就手段呀 这个等级我已经感觉到 有一点点的恐惧了 最后一个等级 踢出非常的恐怖呀 我这有点唏嘘了 太看扫描了 可以哭一点 您看哦 这怎么赶的呀 我去啊 我我我我我 这这这这 你看见没 他妈身上都没什么的啊 production 这就是外国人为啥少的原因了 这也太惊惊动魄了吧 跳起来哪儿你别跳 哇这 这这跳下去 他面肯定没了呀 我这这这这 这么细的管子 哎妈呀 哦哦哦 不行了不行了 我已经开始腿软了 哦呦 哎哎哎哎 你干吗 我 让了一下时间 哦呦我已经下麻了 我 我 我我我我我 这这这后头高我呀 哦 哎呦哎呦 你 你叫我别跳 这果然咱们都是心跳呀 我这个心啊 一直圆这么高 就没下来过 这辈子啊 我都不可能去这么高的地方了 那你怎么让人敢战心灵啊 成功看到最后的小伙伴吧 记得啊 在评论区留个言 让我来见识一下你永远 我会不会有点大不值的 我的天哪 这么高的地方 他该不会要跳下去吧 走走找我地去 哦哦哦哦哦 哇他要跳啊 小语看看这个视频啊 这很糟糕啊 这跳下去 不会有别命了呀 他真的要跳了 我吓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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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两个人也太勇了吧 看得我真的是胆战心情呢 所有伴们 咱们今天又要来挑战你的恐高基建了 今天啊 咱们精选了六个不同的恐高场景 到底有多吓人呢 如果你感觉到星光屯软 甚至连眼放黑 就说明你是对付恐高中快乐了 如果你要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 那就攻击你了 你们是那百分之一的勇士 不要不多说 咱们来看第二个片段 哇哦 快去啊 这上车都几十米了吧 哇哦 这里有个三四十米的 这是大神啊 看着旁边还有翘臂呢 一不小心就会撞上 这要是跳的不够圆 那可不再有片了 要咱们来看第三个片段吧 这不是手机摔下去了吗 我转的我头好晕啊 好高 这幸好是手机啊 要是人这么摔下去 不可以三百六十度的转吗 那这也太吓人了 转不转我不知道 命肯定是没了 家住在高层的小伙伴们 平时手在窗台边上玩手机 不一手机摔下去 扎到人就就不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第四五恐高视频 现在这里玩滑吧 一切极限了吧 这太牛了 身上红色那边要说什么呢 它不会掉下去吧 这这碗肯定人就没了呀 虽然我不知道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滑板大神了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它肯定没有恐高战 又是外国人权系列 今天才来的这第五座挑战 如果我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十万块钱了吗 可能反出示意是吗 那是什么挑战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凋得也太高了吧 这玩意怎么可能能睡得着呀 要是摆在小梦厕所怎么办 究竟解决 翻个身就掉下去了 这也太危险了 这个我是睡不着的 这肯定睡不着 时刻担心自己的安慰呀 你说梦梦有一天一觉醒来 我就在这个悬崖中间这边躺着了 我感觉你这是活在梦里吧 这要是肚子饿了 你能点外卖吗 当外卖员不得找吃饱 飞过去啊 哇 这也太刺激了 这个太高了吧 哎 这是在悬崖边上吗 一不小心不就滑掉下去了 看起来好吓人啊 哇 雪崩哎 他真是被吐没了吗 不知道吃屁的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啊 他有没有逃出来呀 平时小伙伴们 你们敢住这么高的地方往下滑雪吗 反正我是不会 现在视频你们看到有没有觉得心慌气可爱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过瘾的话 就得评论区告诉我们 下次给你们准备更刺激的 我的天哪 这说是外国人少的原因吗 这也太高了吧 走走走我地许 小远 小远 应该看这个视频啊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是一期小伙伴们最排恐高系列 今天一共为大家准备了六个等级的恐高视频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开胃小菜 男大的小伙伴们跟着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等级 这级也太够了吧 这个高度少说也有七八十米吧 这太感同声数了 最害怕这种第一视角的视频了 小伙伴们怎么样 现在感觉还好吗 要是感觉还好的话 那咱们就进入下一个等级吧 我都小车车车 太高了 太高了 这接下去不许帅死了吗 这应该是在挑伞吧 幸好这个视频在天落到地面的时候假认而止了 我中的时候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这好像自己在过山车一样了 第三等级小伙伴们能扛得住吗 能扛得住的话 就在带不上科研万一 我们看见您 接下来进入第四等级 这是在汪米过空吧 太空了吧 这样 都已经在云层上面了 它整个身体都摇摇晃晃的 感觉随时都要跳下去一样 它脸上都流汗了 这么高能不流汗吗 我害怕呀 还好还好成功成路了 刚才这一轮真的是太精强了 我一辈子都不敢承担这种事情 这电话就丢下去 这东西都走不着啊 接下来再推荐酒公司 那个是空牙 那个是空牙 我带了桶子上面 太厉害了吧 这个片段呢是根据真实世界改变的电影 感觉这个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电影 云州行走 不管不多说进入咱们最后一个高能片段 就死了 这个是上面骑车哦 这叫什么 这个啊 他连在安全设备都没有 别骑了 别骑了 我还骑这么快 太厉害了 这我办了 看了一个片段 我的手机全都是黑啊 别人在平地上骑车 我都很难替讳 我何况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怎么就是一整个把我给惊呆了呀 小伙伴们 今天这几个高能片段 有让你心跳加速吗 可以在频道里分享一下 这样的有关于恐高的经历